OK 廠商大會問我們說 到底台灣的中古車市場上 什麼車最保值的 我跟你講今天開場不一樣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自己一個好兄弟 他也是一個車行 他最近買了一台車 他說 超貴的 一個車子會保值 到底有什麼原因 那今天這台車子呢 要科技有科技 要配置有配置 要稀缺性有稀缺性 好不好 而且中古車市場上 其實這台車還很少 因為新車市場上 連交車都還是要等車 怎麼車還可以保值 成為我心中 目前取代 Toyota Artists的新神車 來來來 看一下 OK吧 這台車 中古車市場上少見了吧 MGHS 重點是 它是 Plug-in Hybrid 那到底這台車開起來怎麼樣 其實我自己也沒開過 我們先開回去 跟大家測試分享一下 到底開起來感覺怎麼樣 走 出發 網友問說 怎麼樣才可以連絡得到我們呢 拜託喔 就這麼簡單 但是看完影片以後呢 下面影片的資訊卡打開呢 有一個想找車連結 就要點擊進去 把裡面的問卷填完 那我們就會最快的時間 聯絡到你 那如果說你是想孤車的人呢 那一樣 下面的連結點開以後呢 填寫完表格 我們馬上 就要點擊 哈囉 歡迎收看今天兩千中古車 蛤 咦 咦 咦 剛好我之前車的 你也尊重一點 我想說你聲音還沒好 我來幫你多講一些話 你幫我搭聲一點啦 今天給你搭聲一點 我小聲一點好了 是在大聲什麼啦 你在大聲聲啦 我第一次看到這台實車耶 這台比較特別是 因為1.5的其實我有看過人在賣的 但這台是PHEV的 這不是1.5Turbo而已 很快的耶 PHEV的 屌了吧 我們兩個身為前BEV的車主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喔這樣分這麼細喔 就是BEV就是純電車 好 啊這個叫做PHEV Plug-in Hybrid 就是可以充電 然後可以用汽汽油的 對 等於說它一樣有引擎 一樣有電池 但是電池又比我們傳統的 像我們一般Hybrid的車型來看 他們是不能充電的 它電池很小 這個電池好像有16度 所以純電行駛 官方數據是70公里 NEDC的 所以這就基本上算是可以替代了一些 擁有里程焦慮的人 出源嘛還可以用油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你今天車子只要充飽的電 那你平常通勤都是用純電啦 這樣子啦 啊在中古車市場上 最新保值神車應該就這台了 就目前來說嘛 目前來說啦 那我覺得原因 以後不知道 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 這個車新車沒折扣 聽說是說現在還要等車啦 所以中古車行的這個收價是非常驚人 這個要等多久現在新車 好像也沒有很久 好像兩個月 這有點像怎麼樣 拼裝的概念 就是在大陸分解 在台灣來重新組裝 然後變成國產的概念 所以它零件都是大陸那邊來的 零件都是中國來的 但是車友似乎是說怎樣 他們都說 他們零件是國外的品牌 但是都是Made in China 世界的工廠嘛 幹什麼東西 因為它每個零件拆開來 都是國外的品牌 你不要講話那麼嗆 我問你啦 特斯拉上海工廠做的 是中國做的還是特斯拉 對還是大陸做的 還是大陸做的 但是我們台灣沒有進大陸做的 OK啦 政治正確 要政治要正確啦 好不好 好 先講一下開架 你知道開架多少錢嗎 121.9 中午車開架你知道開多少嗎 23年跑1萬啦 我覺得照正常推 應該至少折個20萬要吧 打個8折應該要吧 96萬 我們在賣應該賣100萬左右吧 107 開架112 開112 而且一車難求 因為現在沒有車 其實有個原因就是 因為新車沒有折扣嘛 相對來講 這就有一個10萬的價差 那差1萬公里 也是保護內啊 而且基本上算是幾個月的車而已啊 真的很保持 超新車差10萬塊 而且你別忘了喔 它是一個超過100萬的車 120萬多 一般正常來說 你這個基數比較大 它虧損人比較多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外觀 外觀你覺得怎麼樣 欸外觀我覺得很帥耶 車友就說 這是非常拉低的車頭 聽說這是一個 車友最愛說 他的車像誰的車 和品牌 投射一些 別的高級品牌的光環給他 以上言論 不代表本台立場 其實黑化 配上這個白色蠻帥的 這個號稱價格破壞者 所以看那個車頭 應該有這種感覺吧 前面有一個鏡頭 環境 Level 2的 MG Pilot System 然後呢車頭大燈 欸看到沒有 LED的 那前面的話 就1.5 有溫柔又有電 溫柔又有電 縱效馬力 290GPA 我看一下他說 號稱0到100會幹掉GTI 因為他有電 而且他的電池 車主都喜歡跟別人比較 對你看 你看不是我搶他 是不是 大家都說 從這邊像誰啊 那邊像誰啊對不對 我有網路上做功課嘛 我們就看說 到底這個MG 這台PHEV有什麼就是 大家就給5個字 就是 便宜至百幣 便宜至百幣 對啦 以他那個價位 給這麼滿的配備 對 然後 外型不錯吧 外型是真的蠻帥的 然後 全景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側邊的部分 Farting Hybrid System EV 19吋的圈 他那個 切削的旅圈蠻帥的 然後他的 卡鉗 卡鉗 一樣是塗成紅色的 前面那個大燈 我剛剛看一下數據 他是有寫什麼 因為近光自動調節系統 耳朵 夜色的感覺有沒有看到 對他都黑化了 黑化黑化 所以其實蠻帥 然後旁邊一樣有環景 看到下面嗎 有鏡頭 有一顆 盲點 有盲點啦 但沒有在鏡子上 然後側景架 全景式的天窗 KILIS 油箱蓋可以開嗎 油箱蓋他很特別 他不是這樣開 對 他要先解鎖才可以打開 油箱蓋是特別有做 密封式的設計 他說要讓油氣不要散發出來 反正一滴油都不能浪費 怕被抽走啊 中國外面有的會抽油 所以等一下 哈哈哈哈 不要瞎掰好嗎 哈哈哈哈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車尾 這個燈真的是漂亮吧 看一下 LED的 LED 而且很立體 我看網路上車評說 他晚上看到那個 這個車燈 他以為是那個 X3的尾燈 對 你看 又跟別人比了 有沒有 又跟別人比了 車評說 對 Logo 有沒有看到 對 六角形的感覺 又像誰了 像AP 皇家殭屬的感覺 AP的六角 六角有那種感覺 下面很帥 下車群的地方 那個圍觀 有一個鍍鉤的式 然後又一個黑化的 他還是有做烤漆 看一下電圍們 這有腳踢嗎 好像似乎是沒有耶 沒有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這個包 出門在外 總是需要一個充電器 運動用的 沒有沒有充電 充電 後箱空間 蠻普通的 不會很大 下面就是 腳電池在後面 BOSS的音響 ESS Cooling 電器的冷卻 然後補胎器 沒有備胎 可是下面就沒有空間囉 這個細節做得不錯吧 這給金屬的 沒有很趕 這不是客戶車 不會喔 不是客戶車 快速行道 這邊沒有 沒有要從前面倒 他內裝也蠻奢華的 那不然我們先去內裝看一下 然後再帶大家去試駕 來 看一下 雙電動座椅 但是沒有記憶 調整的段數也不是很多 就是只有四項的一調整 打開來有一個 10.1吋的一鏡儀錶 這是車道置中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定數跟跟車的設定 然後這邊是 刮鬍刀嘛 對 BOSS音響 刮鬍刀的BOSS音響 要盲點擊在這邊 有一個燈在那裡 其實我乍看之下 用肉眼看 看起來是還可以 但是 近距離接觸的時候 但是這裡就 這就有點縮腳感 縫線啦 這個包覆材質做得不錯 但是其實這邊就 普通 大概整體來說 整個面板 大概就給了一半 渦輪式出風口 然後發動一下 我看他開機很久耶 他開機的那個狀態 跑了一下 要熱機一下 有一種想到我以前 想說我按完電腦 要先去倒水 這就影音控制鍵啦 這就 這我不知道怎麼說 你來摸看看好了 這個按鈕有一個味道 什麼味道 你上的味道 應該說 他就是有按鍵而已啦 感覺沒有什麼設計感 其實他有比較精緻一點啦 他旁邊還有鍍蓋耶 是沒錯啦 這感覺跟他整個外型搭不太起來 OK 那接下來我們說一些好的啦 皮革有包覆 有包皮革就可以 有包皮 有包皮革啦 包皮革 然後這邊一樣有軟材質 然後有做一些 真實的車縫線 其實這個都還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方向盤的皮革 普通 其實他的設計是很 對現在車子的味啦 但是 這個材料的部分 用料的部分啊 1.5 120就有點貴 那他必須他是PHEV啦 所以拿花一點錢 去買另外一套系統 便宜自白幣嘛 我等一下先喝酒 一千 不行 嗯 再給 一直給 OK 出門 回來幫你放好洗澡水 這個就叫專業 上去之後 我感覺這個 他這個地板是有比較高一點 因為可能下面有電池 他的這個前面一樣有一個洞 但這個皮革是真的摸得出來 那個有差 就是跟真的比較高階的車來比 還是有一些差別 對啊 而且他這個板子 做的其實還不錯耶 不錯 他不是給網子耶 這個其實做的還不錯 做上來其實你會感覺 因為這個地板比較高 你就感覺是整個人是這樣子 腳是這樣有點斜 這邊會有點空空的啦 這中間很平耶 後面兩個是給USB 2.0的耶 不是給Type-C 欸有可以的 你配合得條 那真的不錯 欸那可以啊 那這樣調整就可以啦 哇那很舒服 而且他後面還有挖個 這個洞 視野就會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不會被住個小窗 而且他很怕人家不知道他是BOSS 他放了真的很多BOSS的LOGO 欸那整體空間我覺得算滿大 因為他頭部空間還滿寬的 欸因為我覺得你坐起來喔 你看我們這樣拍攝 因為你很比較高 你頭部這邊還算是完整的 這算頭部空間很夠耶 赤杯架 廚風口也有 像現在你是DHF 它是可以吃電的 它這樣都有冷氣耶 待會輸就會有冷氣 這樣就差很多 欸蠻平整的耶 欸這個車輸我覺得很適合耶 我把它拿下來給大家看好了 OK吧 欸這真的很平整喔 好啦出發 OK 喔幹真的天氣超熱 我們現在來調一下 冷氣溫度 冷氣溫度很屌失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按這個冷氣溫度 按半天 結果他是按了以後怎樣 要有手調啦 對還跳出冷氣介面 空氣指數 這樣可以開開開開開開 喔有開有開 喔空氣品質 燈光是它有這個 7分燈 因為我們現在是白天 所以看不太出來 其實它7分燈打下去蠻漂亮的 電量這邊可以設定 行駛模式 好然後這邊可以調整AUTO 那如果無腦就用AUTO 那如果說像我們的電 現在只剩4%電 那我們就選擇高 這時候車子就會進入 強制充電的模式 我想看它的環境 好環境 讓我們看一下環境 等一下等一下 我現在左眼睛是不是有乾淨 改變紅的 眼睛紅的 你移動一下我看看它這個畫質 它這個感覺 幀數很低 10p的吧 這個有待加強 這真的有待加強 但是有給你啦 好所以那個EV mode 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存電 就強迫存電 手機可以放在前面 無線充電吧 其實前面的資訊蠻清楚 它就有直接給你 然後全景的採光 應該不錯吧 這個視野還蠻好的 所以你這個油門收掉的時候 它會不會動能回收比較明顯 還好耶 不用踩煞車它就減速了 我說真的沒有特斯拉那個明顯 所以現在它是電還是油有介入 現在是引擎有的運轉 所以如果我存EV mode 就會像電動車一樣 其實車開起來蠻輕快的 因為畢竟這個縱效馬力有290gpa 然後還有扭力有40幾公斤米 但是我有看到人家說 如果你把它開到乾掉 然後你強迫用汽油行駛的話 大概1公升是10公里左右而已 油耗也還有10公里 就等於就是1.5T的引擎在跑 1.5T然後再加上 時速的變速箱 那個電的四速就用不到吧 應該就用到汽油的六速吧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就看廣大網友讓我們回答一下 我上網稍微看 有一件事情比較特殊 就這台車的油箱特別小 只有37公升的 37公升 那1.5T汽油的咧 57公升 因為它把位置讓給了電池 應該是 37公升什麼概念 就是Yaris有43公升的油箱 但是這個車重比一般汽油的是重200公斤 大概就是電池 然後跟馬達那些的重量 對啊 對啦 多了200公斤 可是開起來剛剛不覺得笨重 欸 我現在剩1%咧 它都沒有保存充電 啊 我知道 因為我現在怠速 它的引擎是零運轉的 但是如果這時候我把它調開 我把它調開 我把它調成高 它應該會充電 有 怠速就啟動了啦 我們剛剛因為用AUTO 所以它原則上 它的電池還有電的時候 你在等紅綠燈 它不需要充電 它就是給你直接用純電的方式 它不會在引擎不會運轉 所以其實跟我們開 電影那個ARTIES HYBRID 有點不太一樣耶 對ARTIES HYBRID 就是你在停紅燈的時候 沒電它還是會運轉來發電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是說 像我們一般開傳統的HYBRID 是起步的時候 它一定是用電動去拉 它剛剛沒有 有電 它就是給你用電的方式 那就像我們電很低 現在我現在是停紅燈 它的引擎就持續在運轉 這個還不錯 因為它可以看到引擎馬達 都看得到 它有沒有在作動 所以就等於是 用這樣的方式補電 犧牲一點油耗 電流是負的 代表它現在重電進去嘛 喔 對 對 就是負的 我現在起步就不是用電動拉了 它起步它就是用引擎去直接拉 然後電動馬達一樣 還是有輔助 還是有輔助 所以動力才會感覺這麼輕快 好 那我們現在稍微大腳一點 欸 怎麼速度一下就拉上來好快喔 它剛剛有一個動力斷層 有人說到會有點動力斷層 一點點而已 但並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它引擎運轉的聲音 沒有很大 沒有很大耶 隔音做得不錯 欸 我剛剛有一個換檔的感覺 說真的 我們就無腦開 蠻好開的 無腦開這個車 你不覺得你在開一台SUV 它隔音真的蠻好的 隔音真的蠻好的 說真的 你是要成為一個價格破壞者 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大家還是要願意買單 那就另外一件事了 而且你這樣想 其實它的120萬 是買到一台油電混合的 這個是一個重點 重點還可以充電 對 你可以存電行駛 70公里 沒話說啦 除了這個打燈 兩個不同步以外 你有強迫症 你會聽聲音跟那個 影像的時候就對不上 剛剛的回答問題很大耶 我覺得有一點不錯 通向盤蠻重手的 不是那種 很虛的那種感覺 它是蠻紮實的 這動力真的很薄 能賣到大家買單 不是沒道理的 Outlander的大燈 我們就不管它了 這個真的很不怎麼樣 你摸 你自己看這個感覺 真的不怎麼樣 不用摸 我看就是好了 其他就是中規中矩啦 但是這個價位 90萬對得起啦 而且這麼大一台車子 對啦 因為有電的啦 所以不然的話 其實90萬這個 這個內裝是可以的 怎麼樣 吃完了 欸 其實這個 搞得我有點混亂 前面在設定 中設定系 對 我覺得它的系統 可能你要稍微熟悉一下 我覺得 無腦一點啦 就設定Auto 對Auto 直接尬到底 這樣就好了 那你自己覺得 121.9萬的新車 今天在中古車市場上 不到一年的時間 跑1萬公里 現在賣這個價格 你覺得它保值 有沒有它的道理在 我覺得現在保值原因 應該就是 因為它缺車買不到車 稀缺性 對啦 我覺得還是要 家裡可以充電的人 再買這個 我覺得會比較好 應該說 如果你只是單純 要買Hybrid的話 那你可以買Hybrid 對 單純你想要油電的話 就買Hybrid 那因為畢竟 我剛剛其實有上網看一下 人家也是說 如果這個電池未來回修的話 它是有6塊模組可以換 所以它是可以 一模組一模組 一個模組大概是6萬塊錢左右 這個是一個優勢啦 這個我覺得 就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啦 這個我算是蠻厲害的 然後它其實 它跟1.5T它貴了一點點 它除了多了一套油電以外 它又多了這個 時速的變速箱嘛 對 因為它 油跟電是不同變速箱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CP值來看 已經真的算是蠻料的啦 目前上市這段時間 好像有聽到什麼災情嗎 車道偏移會要去校正 好像會有點靠右 第一批好像他們冷氣有召回吧 有召回 其實這好像沒聽到 什麼太大的災情 中午車市場上有時候 反映這個市場上的熱門程度 越熱門的車 像Tesla一樣 它沒有折價 比Tesla厲害啦 Tesla自己會折價 它不會 對 Tesla可能過一個月會折價 Tesla自己 自己砍自己一刀 過了一陣子也不折價嘛 希望到時候來打臉我們 希望大家都可以買到 CP值更高的產品 因為未來這種 排治中國產地的車子 應該會越來越多 對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趨勢 便宜自百幣 真的 便宜自百幣 這個在大陸才多少錢而已 希望可以更便宜 網路上有個說法 與其讓和泰賺飽飽 不如來一些這種產品 讓大家都撿到便宜 價格破壞者 不是沒有它的道理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MG HS的影片 分享給大家 那這台車子的開價呢 一百一十二萬 對一百一十二萬 那如果有喜歡的朋友呢 也都歡迎 你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 看那時候的車還在不在啦 如果說真的已經 很快就完銷了 代表這台車呢 也是非常的熱門 OK 那今天的兩千動股車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跟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 中午車的資訊 歡迎上Facebook搜尋兩千動股車 那你們覺得 這台MG HS2023年 跑一萬公里 這樣的價格 你們覺得香不香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啦 兩千好車來一千好車 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